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欢迎来到禅艺。 央视的名嘴白颜松,再一次因为自己的言论被骂上了热搜, 曾经的他因为一句,不会吧,遭到了无数网友的责问, 站在那高高在上的位置,他似乎有些飘了。 最近因为联想的事件,白颜松从前的五个馒头理论被人翻出来, 被误解成为他需要承受的常态。 还有从前那钢虎牙签下的头部主播, 还没有真正地开始为金主赚钱, 就因为自己的无知,在自己的直播间细唱国歌, 被拳王抵制,被官方封禁, 这桩桩渐渐的坏事,都是以为说话导致的。 看这世上的一切事物,学会说话是多么重要。 财不外露,有这样一句古话叫做并从口入, 或从口出,一个人不论有多少财富, 没有人会眼红你的豪车, 有钱如李嘉诚,也是没有天天炫耀生活的富足, 拍给媒体的手表,也是吸铁城这样的大众消费品, 人家深知财不外露的重要性。 只有保持神秘, 才是财富永久保持的秘诀之一, 反观活在互联网的财富新贵, 刚刚获得财富的流量密码, 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物质生活, 就毫不掩饰地高调宣扬自己的精致生活, 殊不知灾难也在悄悄靠近, 有点得不配位的感觉, 他们应该学会做人要低调。 做事才高调, 互联网的发达, 让各路神仙尽显其才, 就在高调炫富的同时, 税务追查尾随而至, 微商教父龚文祥宣布自己破产了, 原本安逸的生活因为追查税款, 而使自己的生活分崩离析, 这就是太过张扬, 龚文祥活跃在互联网不是一天两天了。 曾经的他高调无比, 为了设立成功人士的人设, 在网络平台异常活跃, 宣扬自己的每月零花钱就有六百多万, 每年会发三百万的微信红包, 两天买过两套千万级别的豪宅, 创立社群触电会, 如此奢靡的生活, 财富来源如果正当当然是个人的完美主义, 是创造财富的精英, 然而一则破产的公告, 背后涉及偷税漏税的违法活动被公之于众, 如果不是在互联网上高调的炫耀, 有关部门可能还无法这么快发现这个偷税漏税的新贵, 真的是作茧自负, 让原本的美好变得窘迫, 相对于人气网红雪梨。 龚文祥的破产可能因为体量的原因并没有多大的震动, 被罚款六千五百万的雪梨, 让大家对于网络财富的认知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原来这些在网上每天炫富的人, 生活也是真真假假, 假得被破产清算, 真的交款了事, 财富是一个人生活的物质保障。 凭自己本事吃饭是个人能力的完美体现, 只要不每天拿着上天赐予的礼物, 取人钱显摆就好。 俗话说得不配位必有天收, 上天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让一个人灭亡, 必先让其疯狂地, 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 想给自己完美安逸的生活。 让自己不受到那么多的议测和误解, 只有低调做人的时候, 你奢侈的生活才只是自己应得的快乐, 也是对财富的尊重, 不要刻意地发牢骚。 俗语说, 谁人背后不说人, 谁人背后无人说, 这个世界最令人讨厌的是, 莫过于听见别人口中的自己。 尤其是那个和你还算比较近的朋友, 他们总无情地诉说, 那将是多么大的一张网, 将你的世界困在网里, 想要挣脱无尽的束缚。 三国演义里有这么一段, 曹操在关渡之战的时候, 相比拥有广大河北地盘的袁绍, 曹操还是相对弱小的。 大战前夕, 包括曹操自己都不太相信 这场仗能打赢, 人算不如天算, 许优在袁绍那里不受待见, 就跑来投奔曹操了, 良秦择目而期嘛, 他的到来使得整个战争的天平倒向了曹操, 迎接许优到来时, 曹操高兴得连鞋都没有穿, 对这个老朋友那是非常的重视。 在许优的帮助下, 曹操火烧乌朝, 大败袁绍, 从此在北方再无对手, 为奠定北方的霸主地位, 夯实了基础, 这许优就成了曹操的座上宾, 一直以救世主的眼光看待自己, 每天都喊, 没有自己的话, 曹阿满肯定打不赢袁绍, 话说一便是恩情。 毕竟你在人家手下讨饭吃, 说多了就让人记恨了, 结果许楚就批了许优, 老板都不知道呢, 手下人就做了, 给老板的人情, 没必要一直背后说, 说多了就会变人情为杀意, 没有那样的情商, 就不要到处去邀功, 没有未争的刚之不阿。 没有遇到李世民这样的老板, 就少说几句, 生命才能长久, 隋朝的贺若碧也是一个话多的人, 在灭了南臣之后, 工业更省, 内心对旁边的人是一个也看不起啊, 经常地说自己劳苦功高, 皇帝的眼光不行, 自己才应该得到更高的职位。 隋文帝心想, 如果杀了这老小子, 自己的生育不久损失了, 就把他贬关了。 在隋阳帝的时候, 贺若碧内心的怨恨越来越多, 经常公开地评说朝政, 诉说着对皇帝的不满, 隋阳帝这人也算好大喜功, 刚毕自用的人, 哪能听得了这些牢骚? 一顿操作让贺若碧去赔先皇了, 贺若碧作为一代名将, 竟然也是死于话多, 可见说话是一门学问, 能不说的时候, 尽量少说, 不适合的言论尽量闭嘴, 少了钱财, 还是好的结局, 丢了性命, 就得不偿失了, 历史就像一面, 整理衣冠的镜子。 在里面常常翻找一下, 反省一下自己的现状, 才是社会中安身立命的一大法宝, 不要暴露自己的缺点, 没有一个人会是完美的, 人总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 即使是我们每天崇拜的神, 也不是完美的化身, 翻看那些光怪陆离的神仙画本。 许多神仙也是经常称怒,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无欲无求的圣人, 大家对于关羽的认知, 现在大概更多的是财神了。 这个水淹欺君的英雄, 不忘救主的汉子, 这个大家口口相传的五圣人, 也曾经是中义的化身, 是万古流芳的, 且争议不断的人。 关羽是中义的化身, 是威震华夏的战将, 是让曹操想要迁都的武力天花板, 几十年没有对手的关羽内心极度的骄傲, 没有一点点的危机意识, 骄傲的他, 因为自己的自大和傲慢, 身死卖城, 断送了荆州的大好河山, 让蜀汉元气大伤。 当关羽发动相反战役的时候, 背后的孙权前来提亲, 想让自己的儿子迎娶关羽的姑娘, 那只傲慢的关羽, 只轻飘飘地说了句胡女岂能嫁犬子, 孙权受到如此的奇耻大辱, 关羽竟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那可是曹操口中, 生子当如孙众谋的孙权呢。 关羽为他的傲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不但自己兵败身死, 几乎断送了刘备的复兴汉事的可能, 让大汉忠诚历史的记忆, 缺点是一个人的命门所在, 不应该轻易地显露在人家的面前。 关羽的傲慢世人皆知, 如果可以稍稍收敛, 中国的历史可能都要改写。 可是,历史没有加入, 性格的缺点应该深深地隐藏, 要说关羽的死是自己的傲慢导致, 电影《教父》里的桑尼就是冲动式魔鬼的化身, 这部电影虽然是一部西方的黑帮电影, 却不妨碍大家分析人性的特点, 老教父科里昂深沉老练。 大儿子桑尼则是一个脾气火爆的年轻人, 桑尼是一个眷顾家人的好大哥, 在听说妹妹又被家暴的时候, 怒气爆发后冲出家门, 她不知道的是, 自己中了敌人的陷阱, 在收费战的一阵枪声中倒在了血泊之中, 这是桑尼的性格所致。 要是不暴露自己这暴躁易怒的性格, 也许就不会这样生死, 大家在生活中总是期盼自己能得到幸福和快乐, 生活却不是完美无缺的, 面对生活的宫廷或者不宫, 都不应该是如此的易怒暴躁, 让自己成为被情绪支配的人, 大家应该做控制好自己情绪的那个人, 才能不受到无妄之灾, 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缺点, 人性并不是完美无缺的,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 应该学会伪装自己的人生, 才能在这个强者如云的社会里生活的自如, 不能因为这小小的缺点, 断送自己本应美好的生活, 而应该在寻找美好生活的时候。 隐藏好这不应有的缺点, 结语,人这一生都在向梦寐以求的生活发起挑战和冲锋, 却发现路边到下去的人很多, 每一个倒下的人都有着自己痛心的故事, 所有后来者, 从前人那失败的事迹中找寻着方向, 生怕自己犯下同样不可饶恕的错误。 在这时关幸福的道路上倒下, 梦想成功的人总是很多, 成功的时间也很漫长, 在奔向成功的时刻, 你要明白, 做人要谦虚谨慎, 对所有人都要客气温和, 不要暴露你的野心和对生活的不满, 让自己变得坚强, 这样的如履薄冰, 也只是能保证你在冲向成功的时候可以走得更久而已。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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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